其實女生真的是非常辛苦 真的 我30幾歲的時候 就有那個朋友就各自分享說 我們要小心喔 提早 那個怕會提早 就分享說什麼要吃什麼 軟鈴脂幹嘛 就大家買的跟真的一樣好開心喔 好像一陣一陣會有不停的 就很緊張 其實我們最怕的就是這樣子亂點 尤其是那種左鈴右舍 說對 像我之前遇到一個案例就是 她結婚了大概五六年都沒有懷孕 然後當然公共婆婆就很急 所以聽了左鈴右舍講說什麼 送子丸 送鳥丸 什麼之類的 反正就來路不明的一些藥 也沒什麼醫生就是專門的開給你 然後當然婆婆就千方百計 拿到了這個來路不明的藥丸 就給媳婦吃 但是其實她本身很排斥 但是因為公婆的這個雙重夾擊 她想說好不好 女兒齊男 對 還是得吃吃看 因為吃了如果沒成功 那至少還可以有話說 對 所以她就吃了 其實她在吃這個 因為她一次都有計劃懷孕 所以她定期都有去婦產科做一些檢查 或者是做一些諮詢這樣 然後之前其實婦產科醫生都說 她本身子宮 卵巢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吃了一陣子 這所謂的什麼什麼丸之後 她後來發現有病名的出血 她覺得說好像有點不太對勁 她就回診去看醫生 結果醫生就發現 奇怪 你為什麼長得激烈 你之前其實是沒有的 後來當然你不能保證說 一定是吃了這個東西導致 但是的確她的婦科出了一些問題 對 其實還是要呼應 剛剛寶仁醫師講的 其實我們一般 比如說你從一般的天然食物 包括豆製品 山藥 堅果類 這些都含有所謂的一些天然的 植物性的雌激素 說實在你要吃到多大量 影響到婦科 基本上不太可能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我現在一天喝一杯豆漿 到底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其實不太可能 但是如果你是吃一些動物性的 包括蝦軟 蟹膏 或者是一些濃度比較高的 營養補充品 它是含有荷爾蒙的 可能就要比較小心一點 女生都想要動靈動靈嘛 那剛剛陳醫師說 最好45歲以前 不要吃這些東西 那可是45歲的時候 你其實就已經有老化的現象 你當然想在你最 就是還可以維持 大概40歲 38歲的時候 去補充這些東西 就老到今天就好了 其實我們不是沒解藥 其實我們不是沒解藥 你們解藥你們都不要 怎麼樣45歲以前 不是說沒有辦法延長 其實45歲以前 要幹一件事情 就是 少吃一點脂肪 少吃一點含糖的飲食 多增加運動 好吃 但講都沒講一樣 對嘛 這跟婆婆來的藥一樣可怕 她拿現成的來的 對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之前在婦產科診所 遇到一個案例 一個才29歲的女生 她是在公關公司 當那個什麼 經理助理 所以公關公司 她可能在辦 對 辦活動的時候 很忙 可能做鞋也不正常 對 偶爾可能還要再應酬 而且要一直站著 對 所以其實她的壓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她到後期有點出現 像是 好幾個月都沒來月經 或者是 甚至半年才來一次 對 所以她才想說 她要去婦產科做檢查 可是 是一座抽血檢查荷爾蒙 才診斷出她有 軟巢找出來的問題 那是怎麼看呢 就是看一個 AMH指數的 這個誠意師應該也很了解 AMH 對 AMH 它就是可以顯示 我們女性 軟巢的庫存量還剩多少 那她 我記得她那個時候 只剩0.16 因為正常值應該要2到6左右 那她只剩0.16 一個29歲的女生 這麼早 然後她的 我還記得她那個時候 她的FSH 就是濾炮刺激素是偏高 所以這個表示說 她的軟巢功能很明顯地 正在衰退 其實有點類似 處於更年期的狀態 對 好慘喔 所以那個時候 我記得醫生也有提到說 如果她想要生育的話 可能未來要考慮說 捐染或者是 就是要到那個階段 可是我真的很多公安公司的 上班的女生的朋友 她們有時候是以一種就是 她不會干擾我的工作 因為她們壓力很大 就很煩 兩個月沒來 太棒了 就覺得說 如果沒有來也是一個好事 我都跟她說 妳在說什麼 不正常 其實真的女生 可是很多女生都會忽略 愛惜自己 很多女生會說 想說幾個月沒來 是可能說只是因為壓力還是什麼 就沒去做檢查 其實這樣是不行的 其實在我們臨床的減肥門診 真的大概現在很多 30出頭的女生 她們大概都有 七八十公斤 開始過胖的情形 然後月經是 三個月到半年來一次 有些人會說 喔耶 我覺得好棒 不用麻煩 可是有些人會說 不對 我好像 沒吃什麼 好像一直腫一直腫 然後會覺得 每天情緒爆炸 因為沒有來嘛 你就會每天都只處在 金錢症候群那個狀況 然後越來越腫 所以其實我還是會 建議女性朋友 你的月經能夠讓它順暢來 它也可以讓你保護 也不會有肥胖的這些問題 所以我這邊有一個案例是 他是以前 大概在年輕的時候 胖到120公斤 然後因為想說30歲過後 醫生跟他說你需要減肥 所以他就去找了那種 來路不明的 泰國減肥藥 你知道泰國減肥藥 就是網路買的那種 你完全不知道成分 心機 對 然後他開始吃 沒想到在一年內 他竟然瘦掉了70公斤 蛤 你又覺得 這麼好 對 那 令人大家開始搜尋了 他以後要減肥 但是我告訴大家 70公斤 很恐怖 等於是兩個我 他幾公斤可以減掉70 120 減掉70 對 他回到50公斤 50公斤 這個人還在嗎 這個人我要跟大家講 他其實就是真的 真的在這一年瘦了70公斤 那個藥物會讓他完全吃不下 所以他人生的唯一樂趣 看到蛋糕也吃不下 結果在這一年 他就真的得到 然後去檢查 不僅有 然後醫生還詳細幫他做切片 看一下 結果發現竟然是 對 那就是說 他這樣子的減肥 那你的荷爾蒙去影響 結果就真的是整個是亂掉 那我呼籲大家其實 卵巢早摔 如果你及早發現 他還是有可能會回春的喔 那像我們臨床案例是 如果你這樣三四個月都不來的 但是我幫你做一些飲食的調整 多吃一些抗氧化的 維生素C 花青素 藍莓素 所以各位女性朋友 一定要抄下來 我們的四大要素要預防 卵巢早摔 叫做陽光 空氣 水跟葡萄 要記得喔 剛剛本來醫師說 這怎麼應該救不回來 沒有 其實如果在病疫裡面 真的已經到 卵巢衰竭是沒有辦法逆轉 可是很多人是 自己覺得卵巢早摔 這種其實 你運動跟飲食調節 其實是毀得來 我們在情緒不好的時候 我們都說 早發醒 早發醒 真的 所以這一道料理呢 我們建議就是 你可以用葡萄 葡萄有豐富的花青素 它的抗氧化力是 奇異果維生素C的十倍喔 所以有花青素 要連皮連籽去打成這個果汁 那蘋果的話也要連皮 因為皮有胡皮素 也是抗氧化的很好 那為什麼選一點黃椒呢 因為黃椒的維生素C含量 是蔬菜裡面最高的 你就放個一兩片就好 很好喝耶 另外呢 好喝嗎 那還滿好的 老薑 剛剛我們講說要 保養你的軟潮 要溫潤體質 台灣人的女性 很多女性她都會有皮質偏冷 然後就進不來 所以你加幾片薑 在你的食材裡面 是可以溫潤體質 你們在顧什麼東西 這顧什麼東西啊 楊杏柯也可以 在房間有那個黑糖 黑糖薑茶可以嗎 可以的可以的 但是要注意糖的含量不要太多 所以你可以加一點紅棗 一轉脂肪肝 補這些營養素就對了 健康檢查的門診做超音波 每個都十個 如果十個 做到脂肪肝都是下一個下一個 但做到根本沒有脂肪肝 反而會驚訝說 怎麼那麼健康 這很常見 台灣做調查大約是三成 有脂肪肝的這個病 如果你是肥胖 有20 BMI 24以上的話 可以高達到五成 那脂肪肝的這個定義 就是在自己說這個肝臟裡面 那個脂肪的含量 重量大於5%以上 為什麼大家會這樣說 脂肪肝到底有什麼問題 脂肪肝容易有千分之五的機會 會產生肝癌 那大約就變成很緊張 其實千分之五也不是很大 而且它可以逆轉 脂肪肝會有這五步群 從正常肝臟變成脂肪肝 脂肪肝之後會有大約四成的病人 再會產生發炎的情況 六成是不會有問題的 四成發炎之後滿腹的發炎 反腹發炎發炎發炎 就會有高達到15%左右的病人 會早上肝硬化 如果你早上肝硬化 那就可能會到三成的病人 最後早上肝癌 所以好像很嚴重 但是其實都可以逆轉 當我們不到脂肪肝癌的病人 我就跟他講說 你一定要先找看看 你為什麼脂肪肝 是因為喝酒 是因為糖尿病 是因為膽固醇 還是說因為你本身有 或是醫藥物 那也可以做治療 其實我們脂肪肝的治療 可以用什麼 減重飲食的控制 最後脂肪肝在腸胃科 我還會建議 孕期脂肪肝後危險 媽媽寶寶死亡率都超高 在懷孕期如果急性脂肪肝 是一個危險的 你的肝完全脂肪化 於是肝又壞死掉 這種肝會壞死掉肝衰血 其他死亡率媽媽媽40% 小孩六成以上 這麼說 脂肪肝在腸胃科 我還會建議說 用一點維他命E的補充 維他命E現在外面的單位 是400個國際單位 在研究是有指出說 吃800單位 是可以讓肝臟發炎值度下降 但是800單位 有些糖尿病的病人 他會增加一些心臟的 壞死掉的風險 所以糖尿病的病人 如果進到糖尿病的病人 就先不吃了 沒有糖尿病的病人 你有脂肪肝的病人 可以吃400到800單位 所以我分享一個案例 在台中的話就是說 有一個大一的新鮮人 入學的新鮮人 他都有體檢 發現說他的 然後他平常抱怨說他會 很累 上課就打瞌睡 這不是他甘願 他真的是打瞌睡很累 然後我們就檢查說他體重 原來他的體重 中間的9公斤 後來他的指數從200 就慢慢變成正常 那這個是比較奇蹟的 因為半年減9公斤是滿多的 那我的門診的病人的話 通常都是以慢慢減慢慢減 一定要2公斤慢慢減 配合一些維他命E 然後配合一些藥物治療 所以死胖肝 其實等一下我們營養師 會分享 還有什麼食物可以幫忙 擔心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 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是不是 什麼地方 呢 呢 也算是 有 有 是 的 有